夫妻之间感情破裂 那么一方生病住院期间这种高额的治疗费用 对方必须要负担吗 大家好我是艾米 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小伟和小华本来是一对自由恋爱结婚的夫妻 可是婚后呢 因为小华迟迟不能怀孕 怀孕之后又流产过两次 因为孩子的事情两个人闹得就感情破裂 小伟和小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沟通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 小华被查出了癌症 于是呢住院治疗 前前后后花了差不多18万的治疗费用 但是在治疗期间呢 这小伟因为觉得感情都破裂了 快到离婚的边缘了 始终没有去探望 也没有出钱 那小华出院以后 也是在自己的娘家继续养病 但是小华他自己的经济实力 也负担不起这笔医疗的费用 有一部分医保报销了 但是还差十几万 于是呢他就找这个小伟要 小伟不给 他就把小伟告上了法庭 那么你觉得法庭会怎么判呢 这个根据中韩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的第1059条 他是这样说的 说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 注意这个抚养啊 是那个扶持的扶 而不是抚育下一代的那个抚 抚养的义务 也就是说需要抚养的一方 在另一方不履行这种 抚养的义务的时候 是可以要求他付这个抚养费的 是有这个权利的 所以呢这个小伟告上法庭之后 小伟呢就变称说自己也很困难 欠了30万的外债等等 那法庭肯定是要以事实为依据 就会介入调查 最后发现这个小伟啊 他还给自己买了一辆新车 就证明他是有这种偿付能力的 最后经过法院的判定 小伟要支付小华住院期间的 这种医疗费用 也就是说这是算夫妻的共同债务的 这就是结果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 就是夫妻之间 只要你们还没有离婚 那么在一方生病期间 所花费的这些医疗的开销 另一方是有去支付的义务的 大家记住了吗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内容 欢迎来点赞收藏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